各位朋友,欢迎来到老师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给电脑升下级 看看我们这个老电脑能不能焕发第二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电脑呢 就是戴尔零月157537的一款笔记本 这个有一些年头了 那么其中的硬盘呢 是这个HDD的机器硬盘 所以说呢,我们看看这次能把硬盘换成SSD 来把它升级一下 电脑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打开之后呢,速度很慢 这个用各种软件呢,也都不是很顺畅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来试着升级一下 我们都需要什么工具呢 首先是一个修电脑和手机的一个套件 这是各种型号的这个螺丝刀 然后这个呢,是买的一个SSD的一个硬盘 只买了一个500GB的 大概也够用了 平时的这场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把这个翻过来,是吧 那么后面这个后盖可以看到呢,这个螺丝啊 一二三四五,有几个螺丝 把它拧下来 拧下来,拧下来之后又可以把厚外打开了 说是实那是快 这个频道主已经把它打开了 那么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结构 还是比较干净了 这个已经用了蛮多年头 不是特别脏 这就是电池 那这边就是硬盘 硬盘这块有几个螺丝 电池这里也有螺丝的 那么大家因为要涉及到换这个硬盘操作嘛 所以是建议 还是把这个电池取下来 并且呢,按几次开机键 把这个电全部放掉 这个电池这块有一个螺丝 这一个螺丝把它拆掉之后 那我们就它这块有一个 这么一个提手啊 直接一提 很简单 这是这款的电池啊 就已经拆下来了 就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把它给打开就完了 不是特别好看得清楚啊 就这几个螺丝 把它给拆开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接头是这样的脸 然后把这个SATA接口把它拔掉就行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新买的SSD的这个硬盘 2.5英寸的SSD Carrusso这个品牌 硬盘 硬盘之间这个资料传输啊 它是有些软件的啊 大家可以 如果涉及到这个可以去搜一搜 它这上面好像也提供啊 Carrusso support SSD 等等啊 这些软件可以把硬盘之间的资料呢 给传过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打开看一下 里面的状态啊 好 我们把这个上面封口打开 看一下里面 这是空的了啊 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一个东西 打开啊 看一下里面 嗯 就是这个 SSD 后边还有一个这么 这是一个垫片吧 应该是可以满足 它这个不同高度的一个需要 猜测试哈 先不管它 这个 这就是SSD了 它是里面的一个核心啊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这个机器硬盘 大小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外面是有一个这个边框啊 这个边框是要把它给拆掉 用这刀把它拆掉 这个也比较简单 啊 这这有一个螺丝 这里一个螺丝啊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四个螺丝 就可以把这个硬盘拆出来 硬盘拆出来之后 我们把我们新买的 嗯 SSD 这个硬盘放进去 这一对比也可以对比出来啊 这SSD是非常轻啊 和机器硬盘相比 非常轻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机硬盘给拆了 啊 拆的过程很简单啊 我们就把这螺丝打开就完了 还有下面两个 嗯 还有下面两个 我们把它拆掉 这螺丝拆掉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啊 这样子抽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方向啊 所以说对于这个SATA接口 啊 这有一个 短的一个接口 这有一个长的接口 所以说短的接口是在上面的 那么我们在 呃 换 SSD的时候 也同样一个方向 好 我们把这个拿掉 啊 这就拿出来了 把这个放进去 SSD放进去 嗯 嗯 这就放进去了 这是有一个 是啊 背面 所以说短的在上面 长的在下面 把螺丝上去 这次这都是标准尺寸啊 随时一上螺丝 这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这是标准 随时一上螺丝就可以 啊 这个刚刚已经上了去了啊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螺丝 后面两个螺丝 全部上完 上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了 按照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方向 把它装上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按照原来的方向 把这个接头啊 插进去 这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还 有几个螺丝 没有拧 一会把它拧上 然后电池呢 这边我也放上去了 这电池比较容易放 放的时候先放 啊 这一侧 因为这边有卡扣 放完之后 然后一压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所以说把这个 全部螺丝上完之后啊 把后盖的螺丝一上 那这个升级就完成了 应该效果还不错的啊 应该能够 还能够扛一阵 还能够用一阵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啊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来给自己的电脑 来升个级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说大家以后啊 有其他方面的 一些 建议啊 或者是 需要讨论的东西 请在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大家啊 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好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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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